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觉得卢飞是一个有潜力的男人 只要再给她一点时间 她一定不会让她失望 的确卢飞本人确实是无可挑剔的 她虽然话不多 没有什么幽默感 但对工作对苏秦却是极其上心 极其有责任感的 两人结婚之前 苏秦的父母就已经把苏秦全款买了一套房 当时的房价并不是很高 一套房全款下来花了大概六十多万 结婚的时候 苏秦本来不打算再买婚房了 她并不介意卢飞和她住在她的房子里 可卢飞还是和父母商量 两家人一家出了一半的首付 买了一套全新的房子 那套房子写的是 卢飞和苏秦两人的名字 房子的贷款也是由两人一起承担的 那时卢飞是这么说的 珊珊 你的婚前残产是你自己的 我答应过你会给你幸福的生活 我相信我能做到 就这样苏秦和卢飞住进了他们共同的房子 苏秦自己的那套房子便闲置了下来 一开始苏秦是想要把那套闲置的房子出租的 结果婆婆找到了苏秦 说小姑子想要暂时借住几个月 那时苏秦的小姑子正在上大学 因为两个校区隔得有点远 来来回回不是很方便 苏秦的房子又刚好在两个校区之间 所以他便答应了婆婆的要求 把房子借给了小姑子 苏秦并不是一个小气的人 他把房子借给小姑子的时候 心里并没有什么不愉快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他有点后悔了 他觉得他根本就不该 把房子借给小姑子 有一次苏秦想要回那边屋里取一点东西 可他到了家门口却怎么也打不开房门 后来他打电话给小姑子 小姑子才告诉他嫂子 我把门锁换了 不好意思啊 忘记告诉你了 家里的锁莫名其妙被换了 这样苏秦觉得很不舒服 无奈之下他只有等小姑子回来开门 结果打开门之后他一下子惊住了 屋子里乱七八糟 全是衣服和垃圾 而且很明显就能看出来 这个屋里不只有一个人住 少说有三四个人住 后来在苏秦的追问下 小姑子才说了实话 原来苏秦把房子借给小姑子之后 小姑子不仅自己在住 还租给他和他关系好的几个朋友 苏秦真的没有想到 小姑子做生意的头脑还挺灵光的 不仅住了房子 自己还赚了租金 这件事苏秦当天就告诉了卢飞 卢飞得知后 立马打电话教训了小姑子 让他把房租退给别人 不能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有了卢飞的插手 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苏秦想着小姑子大学毕业了 就会搬出去 所以也就没再计较什么 可后来大学毕业的小姑子 并没有从那套房子里搬出去 反而还把男朋友给带了进来 小姑子没有遵守约定 大学毕业之后就搬走 苏秦对此很是生气 结果婆婆找到了苏秦 让苏秦体谅体谅他们 再把房子给小姑子 以及男朋友住一段时间 苏秦不想跟婆婆不发生矛盾 便答应了这件事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从那之后 小姑子便开始打起了房子的主意 因为小姑子男友的家庭条件 并不是很好 但小姑子又非常喜欢她 喜欢到那种非嫁不可的地步 所以在谈货乱嫁事 谈到婚房这件事时 小姑子突发奇想 想要苏秦低价把房子卖给她 那天小姑子找到了苏秦 她说 嫂子 给你二十万 你把房子卖给我 那房子我也住了十几年了 我觉得挺好的 我男友说了 她家愿意出二十万 听完小姑子的话 苏秦一下子就笑了 大概是以前压抑了怒火吧 她直接回腿道 你怎么不直接让我送给你 我爸妈当初买房就花了六十万 现在房价多少你知道吗 一万多一瓶 一百二十多瓶的房子 你给我二十万 你大白天做什么梦呢 被苏秦拒绝之后 小姑子就回家又哭又闹 因为小姑子的哭闹 婆婆也因此和苏秦吵了很多次 好在卢飞是一个拎得亲的男人 她直接对婆婆和母亲说 我早就说过 那房子是山山的婚前残产 你们谁都别想打她的主意 婆婆因此哭起来 嘴里说着自己以前多么的不容易 现在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年 卢飞也没有退步 婆婆见儿子的反应 灰烈烈的就走了 至于小姑子 她直接对她下了主颗令 时间一套 她便叫人把她东西直接送走了 小姑子当时就傻了 还想叫骂 但看到老公的态度 一句话不说 拉着东西就跑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我也推药一下 在靠面上 得 dua 你 把美级 niche